多少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结合习题 把第五章 投资项目资本预算的 主关题的考点呢 再来复习广告一下 那么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这一章是属于 主关题容易考核的一个章节 我们这一章呢 考试的话呢 主要是 因为我们谈到项目投资啊 一个是新建项目投资 还有一个是更新决策 对于新建项目决策呢 它的这个 如果是从综合体考察 它通常可能就会 包括你让你算先进流量 让我们根据流量 算决策指标 另外呢 还包括择限率的确定 可能还要结合分险 要做敏感分析 那么如果是这个 更新决策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主要是计算题啊 那么就是掌握这 更新决策的评价指标 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看 新建项目决策的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 让我们来算一些 决策评价指标 那么这条例题呢 它给了我们 这个企业呢 就说要投一个项目 然后有 ABC三个方案 给我们选择 然后A方案呢 是给了我们 各年的新金进入量 而且包括流量的限制 也给了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说 A方案的投资呢 是建设起点 一次投入 建设期为一年 然后给的是 永续的竞限值 大家看 其实永续竞限值就是 因为如果遇到 年限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要算一个 竞限值等额年金 然后呢 把这个等额年金 再除上一个 我们的择限率 得到永续竞限值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 有关这个 就是对于 年限不同的 互制方案 决策是这样 那么它这条题呢 就是为了避免 我们复杂的计算 直接就给了我们 这个A方案的 永续竞限值 而且你可以看 我们A方案 它的期限是多少年呢 我们如果给出了 各年的这个流量 那个表啊 其实你看 终结点是6 所以它整个的 项目的计算期 就是6年的 对吧 然后呢 又告我们 B方案项目的 说明期是8年 包括建设期的 静态投资回收期 是3.5年 竞限值是5万 然后永续竞限值呢 也给了我是9372 然后呢 C方案的 说明期12年 静态回收期7年 然后竞限值呢 是给的是7万 那我们看它的要求吧 第一个让我们求 A方案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也就是不用考虑 时间价值了 那我们就把 这个各年的金金流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 初始投资是6万 然后我们看 第二第三年 你这口算的回收 钱到第三年末 就可以收回来 所以它静态回收期 它就是这个三年 对吧 但是我们再接着看啊 它还让我算什么呢 算动态回收期 那么动态回收期 我们就要算它的 就根据这个 现金进入量限值了 那要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6万 我们前两年加起来的话 还不足以回收 这个6万 所以我们可以算一个 累计的 就是把它这个累加一下 那么我们看 到第二第三年末 累计的 稍微回收的 投资是多少呢 实际上也就是 你的累计的 NCF的这个 就是经线金流量的限值 那么我们像 比如说在 初始龄这块 就是负的6万 对吧 到一这块 因为没有 它还是负6万 但到第二年呢 就要把6万 减去24793 对吧 然后第三年再减去它 然后你看一下 就是我们到第三年末 累计的进行流量 限值多少 比如说我们就 直接来看一下 我们要算一下 它这个累计流量 是多少 那比如说 我们算的几个结果 你看第二年末 上就要把这个 负的6万 对吧 你得加上这个 24793 然后我们第三年末 再把这个数呢 再加上这个 那我们算的这个结果啊 是负的12668 对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第三年末 累计的进行流量限值 是负的12668 但是到第四年呢 是13660 那很显然 它是逐一收回 这个第三年末 的上位回收过的限值 所以我们算回收期 那就可以让3点几年 就3 然后呢 加上一个 上位回收过 是12668 对吧 看它占你下一年的 进行流量限值的比重 除以13660 就是这样来算 对吧 所以要会算这个回收期 这是首先这个指标的计算 然后呢 还要让我求进限值 那进限值 这道题比较简单 因为你看它 已经把现金流量限值给你了 那这个合计的进限值啊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 就合计的现金流量限值 它不就是进限值吗 对吧 进限值就是把各年流量 这个限值加起来 就是我们进限值 那你这个进限值有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还让我算限值指数 其实限值指数的计算呢 就等于1加上进限值率 是吧 就是把进限值 除以一个原始投资的限值 对不对 然后呢 进限值你第三小段已经有了 而原始投资的限值 像我们这道例题 大家看就零时点 它就是6万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进限值率就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 你得到那个进限值 除以我们这个6万 是吧 那就可以 我们再接着看第二小问 让你算C方案的永续进限值 因为C方案啊 它的寿命期是12年 然后呢 已经告你进限值是7万了 所以你要让我求它的这个 永续进限值呢 我先把进限值给它平等每一年 就是把这个7万呢 先给它除上年金限值系数 是吧 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们这个 有关资本成本率 是10% 对吧 所以利率10% 7数呢 是12 这样可以得到我们的等额年金 是吧 就进限值的等额年金 然后把这个结果呢 整个这个结果 你再除以什么呀 I A除以I 这就是永续进限值 所以一些指标的计算哈 首先我们要知道 另外大家看 因为年限不同 那我们对于年限不同的 互施方案的角色 我们是以永续进限值大的 是吧 那么我们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分别告诉我们 A和B的永续进限值了 然后我们又得到C方案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啊 很显然C方案的永续进限值最大 所以呢 应该说C方案是最优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就是有关折限率的确定啊 也就对于项目投资 如果这个新项目 它的基因分险和资本结构啊 和公司当前的基因分险 资本结构一样 我们是可以利用公司当前的 家人资本成本 作为新项目资本成本 但如果这两个有一个变化 比如说资本结构变了 或者说基因分险变了 我们就要考虑用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替代公司法 是吧 就是我们要会加载 卸载财务杠杆 重新来算它的新的资本成本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 那么它这条题呢 就是说公司的主营电池生产业务 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型的 锂电池产品 准备投向市场 为了评价该锂电池项目的 需要对它的资本进行估计 有关资料如下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锂电池项目 是按照资本结构 负债权一笔是30笔70 来进行筹资 税前的资本成本 预计呢是9% 就是给了这个 直接告诉债务的税前成本了 第二个就是说 目前市场还有一种 十年到期的以上是政府债券 就在面值一千 配卖利率4% 每半年复息一次 到期一次归还本金 当前市价是一千 刚过复息日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 可以说 目前的市价和它的面值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它的这个票面利率啊 是和它的这个 可以说报价到期收益率一样 但它由于是每半年复息一次 所以你要记住 我要把它调整为年有效的 或者就这样说 每期的票面利率和 每期到期收益率一样 但是我要求的是年的 年的有效到期收益率 作为它的这个 有关我们的这个无分险利率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资料 就是锂电池行业的代表企业是 乙和丙两家公司 乙公司的资本结构 负债权益比是40比60 权益的beta是1.5 而丙公司的资本结构 负债权益比是50比50 股东权益beta系数是1.54 权益市场的这个分险溢价是7% 然后三家公司 试用的所有税率都是25% 我们来看 第一个让你算无分险利率 那么无分险利率 现在我们要考虑 我们实际上只要考虑年有效的这个利率 对吧 因为你要以它为基础算资本 一定是年有效利率 所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 那么因为它是每半年复息 所以我们要1加上每期利率的平方减1 得到我们的就是无分险的这个年有效的利率 然后第二个呢 让你利用可比公司法来计算 理电子行业代表企业的平均的beta资产 那平均的beta资产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根据beta权益 beta资产是不含财务杠益 所以我们的beta资产的确定是 把beta权益要卸载财务杠益 是吧 就是1加上1减去税率乘上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可比公司的负债权益比 是不是 就是负债和权益比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以公司的话 那就是拿1.5除上1加上1减去25% 乘上的负债权益比是40比60 这是对于以公司 而丙公司呢就把它的这个1.54是吧 除上1加上1减去所得税率 乘上一个呢负债权益比 就是50比50这样的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它的这个beta 对吗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平均值呢就加起来除以2就完了 对吧 然后加起来除以2 然后平均的beta资产 然后还要你求beta权益 那我们beta权益就是要考虑财务杠杆了 所以就要把你刚才那个beta资产这个指标 你给我乘上1加上1减去税率 乘上我们这个锂电池项目的负债权益比 对吧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用目标公司的负债权益比 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目标公司的负债权益比呢 它已经告诉我们是30比70 所以我就乘了30比上70 对吧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beta权益 而权益资本资本就利用资本资产定下模型嘛 第一问已经把无分险利率得到了 然后beta你又得到了 当然权益定用beta权益的 是吧 乘上我们的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那么这道理解它是直接给了权益市场分险溢价7%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直接这个RM减RF这个东西 它就直接告你7%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第一问 无分险收益率 而且刚才我们算这个beta权益 然后带进去 得到它的权益资本成本 然后加权成本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它已经给了是债务的税钱成本 你别忘了一定要把这个9%啊 给我乘个1减去税率 变成税后的债务成本 然后再乘上比重 负债权益比是3比7 所以负债占30% 对吧 然后你再利用你的刚才资本资产定下模型 得到那个股权成本 乘上70%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就是利用你刚才第二问的结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计算出来这个权益成本以后 我们就是一定要债务的税后成本 乘上债务比重 权益成本乘上权益比重 这样得到我的这个责限率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 有关敏感分析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是一个综合题啊 一般来说像考我们这个分险分析的话 它可能通常从最开始的 比如说现金流量确定 到我们这个责限率的确定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进行这个 包括我们指标计算 是吧 还有这个分险分析 所以我们这块举了一个综合题 这综合题的实际上也是 我们根据以往的考题 稍微做了一下变化 那么这条题就是说呢 因为大家看一般来说 综合题它会给的那个资料非常的多 所以那我们最好就先看一下提问 然后根据提问去 找它相应的这个资料来进行计算 我们先看要求的第一问 让你根据所给资料 让你估计无分险报告率 还要让我们算W项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然后债务资本成本是用分险调整法 权益成本是用债券收益率分险调整模型 那实际上这个关键在于怎么算债务成本 因为债券收益率分险调整模型的计算 就是用债务的税后成本 然后你给我加上一个分险溢价率 RPC就完了 那么关键是我们的债务的税后成本怎么来算呢 它告诉你用分险调整法 那么分险调整法呢 我们强调是用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然后再加上一个信用分险补偿 对吧 而这个政府债券的 就是这个市场回报率 就是我们谈的无分险利率 那这个怎么来选呢 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上一个专题 给大家介绍过了 就是你得看的是什么 如果它要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我们特别强调是长期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 是吧 就期限要尽可能长一点 但如果你是在算这个就是债务的成本 你是基于这个 就是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的 加一个信用分险补偿 那么你这个无分险暴率 要选择和你这个目标债务期限 要这个接近的 是吧 所以这块大家千万别混了 你得注意它是要干嘛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大家看 我们这个 有关这个无分险暴号率 是吧 然后还要考虑分险调整法 我们就去找前面的资料里面 你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表 他说呢 有这个假公司的信用级别是2B级 他直接给了上市交易的2B级的债券 有三种 三种债券和到期接近的政府债券 到期收益也直接给我们 是吧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这个债券 是吧 大家看 他的这个到期收益率就都是 全都是2B级的 那么政府债券的 他俩的差额 我们是选择信用级别相同的 这些债券 然后看他和到期接近的政府债券 当时的差额 所以这差额 就是3.1% 对吧 然后这个呢是4% 那这个也是4% 然后你加起来 除以三 那就是我的信用分险补偿 但是我还得找到无分险利率 就是政府债券市场回报率 那怎么去找呢 因为你看他这家公司呢 是从准备是2021年10月份 发行5年期债券 那他的到期日是什么 到期日应该是2026年的10月份 所以我在计算这个 政府债券的这一刻 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 我们特定目标公司债务的 那个资本成本要选的是什么呀 和他这个债务到期日接近 那就是2026年10月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2026年10月份的到期数 用这个4.3% 所以呢我就要把这个4.3% 加上一个信用分险补偿 那就是我的债务的税前成本 对吧 然后税后成本把这个结果 给我乘个1减去踢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第一问 要汇算我们的这个债务的税后成本 然后呢分险溢价率要是多好呢 因为要算全益资本成本 那就要去找他有没有 他又告你说相对于 税后成本的溢价率5% 那我们就更简单了 是吧 直接把他这个KDT加上RPC5%就完了 所以第一问是比较简单的 也是我们前面一个专题介绍过的 那我们看第二问 他让你计算W项目的初始的流量 每年的先进流量 以及项目的这个经线值 而且让我们把这个 计划过程和结果填到表格中 判断项目是不是可行 说明原因 所以要算流量算经线值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 就要看他考试 他给的流量是怎么样表示的 如果遇到那种流量特别复杂 如果我们说流量很简单 我们说一般来说初始的 然后我们这个营业的项目终结的 我们就分开来考虑就完了 对吧 但是如果遇到那个流量特别复杂 你最好就是一个资料 一个资料的处理 而且我们讲课给大家介绍过了 就说他这个流量是有特点的 比如说如果他是资本性支出的话 那你要记住他是涉及到三个地方 一个是资本支出的这个流出 还有考虑中间的择就贪销抵税 项目终结呢 可能要看看有没有最终的残值和税法 规定账面残值有没有这个差量 然后要考虑回收 对吧 这样就可以影响三块 那如果是营运资本的电池 就是初始电池项目终结 记得给他收回来 对吧 而且我们说如果不考虑时间价值 你这个前面电池的营运资本 和项目终结收回来 加起来应该一定是为零的 然后呢如果要是费用性支出 我们通常不特指的情况下 那就要考虑他的这个税后的 费用性支出 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这个营业收入 我就要考虑税后的收入 实际上其实主要就这么几个方面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其实就好办了 就不容易漏了 由于特别是像考试考你填表这类题 他其实这个表啊 比如说你像我们 其实也是以前的考题 你看他前面 因为我这页面放不下 所以就只列了前上 他其实考试前面 空了好多 他空了很多 并不是要填满的 那就说 关键是判分的时候 就看你这一行 这些对不对 对吧 他告诉你 一个空给多少分 是不是 所以你关键要把这些给我填对 这个要填对 这个填对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有汉制这一行的东西 你是要给它填对的 上面的过程 按自己的习惯 没有什么绝对的 必须怎么做 怎么样保证自己正确 就怎么样来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像我们这个题呢 它呢实际上是 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资料呢 说是一次性支付给 A公元金许可费700万 他告你 税法规定五年内 贪销期盟 无产值 那这个一看就是 费用性支出 所以如果让我填表 首先我就填这个 700万这个块 那就说在零食点这一块啊 比如说这个 12345 总共是七线十 你看 他给你填的表吧 那就是我 弄一个我就填一下表 是吧 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那这个 对于这一块 我怎么填呢 那就零食点 资本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是不能抵税的 但将来贪销抵税 是吧 你的700要除以5吧 每年抵税 700除以5 乘上25%的税率 每年都有 对吧 700没残值 那就不用考虑它了 就没有什么最终回收残值啊 或者税法和什么 不一致那样的 那就是这样 因为对于像这种 就是我们像 可以说无形资产探销 可能通常项目终结 没有什么 最终回收额 这种东西 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他还告诉我们 这个公司还需要 每年按收入的5% 向A公元支付 紧急管理费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错误 你看 这是管理费 对吧 那你都可以 就是说你为了避免自己漏掉 就是这个管理费的话 我将来要记住 提醒自己 我是按照收入的5% 但是我们是税后的呀 你要过成个1减去所得税率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每年都有 这5年 但是收入是多少 我先放一下 我们看后面 第二个资料 又告我W项目 前期投资 要建一个水池 支出100万 所以我前期项目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几个十点 还是那一句话 这是一看 就是一个 前期的投资 是资本性支出的问题 要支出100万 建议水池 固定资产投资 是吧 还有这个漂流区 什么场地啊 设置等 200 这100加200 就300了 还有买橡皮艇 200收乘以5000 那一乘又是一个100 那400了 对吧 你说总共的固定资产 以上固定资产 总共投多少 400万 固定资产 400万 投在10年内 按直线法提资旧 那也就是说我们 临时点投入400万 对吧 然后呢 要提资旧 提资旧的话呢 他告你按直线法提 期盟也是没有残值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我的择旧 我们就按税法的规定 对吧 那就是我的原值是400 他告你是10年内 按直线法提资旧 没有残值 就是400除以10 那我的择旧是多少 是4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未来这个五年 择旧抵税 也就是说你在填表的时候啊 我这是画图 因为我们呢 比如零时点 我就填 负着400 那我们这块 择旧抵税 那就是40 乘以25% 每年都有一个40乘25% 对吧 那就是10呗 对不对 择旧抵税是10 那我在每年都有一个 择旧抵税 那123 4 5 只有这个 另外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这样这个资本性支出 项目终结 如果有回收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 他告诉我们说 五年后 公元是以600万 买断W项目 所以那大家看 在第五年末 我们就要考虑 项目终结的回收的流量 那这个回收的流量啊 一定要看 它的最终残值和税法 规定的账面 净残值的对比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公式呢 应该是拿最终残值 那它最终残值多少 600 然后加上一个残值的 净损失 抵税 减去残值的 净收益 纳税 对吧 但那到底是损失 还是收益 一定要拿它的最终残值 和税法规定的账面 净残值去对比 所以我就要 草稿纸上算一下 我们第五年末 我第五年末的 这个税法的 这个账面净残值 那第五年末的税法 规定账面净残值 是什么呢 原值减已提折旧 原值是400 你提了几年折旧啊 五年啊 对吧 五乘上 每年的折旧 我们刚才算是40嘛 所以这样一看 200 账面净残值是200 但是我最终卖了600 是不是有残值 净收益400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 项目终结的回收流量 就是在 我们这个 第五年末 我就应该要一个600 还要减去收益 400 乘以所得税率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的回收的流量 我也有了 所以这样的话 固定资产的三块 初始投资 中间的折旧抵税 项目终结回收都有 所以这样就不容易漏 我们看第三个资料 他为了宣传W项目 前期要投入广告费50万 对吧 他特指的是前期要投入 然后呢 就是税法规定 广告费在项目运营后 第一年末税前扣除 就是有特指了 就是我们一般不特指的情况下 我们的成本费用 收入是在每年年末发生 但他这要提特指 是前期要投入 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要先投入 然后但他抵税 所以他提示我是在第一年末税前扣除 那我这个广告费的处理 是吧 因为他包括他后面也提示你 就是我们 没有建设的七手前事 是吧 就是有关什么许可费 投资广告费 都在第一年出零十点 是吧 而且他这个体力面也提示你 我是前期投入50万 所以这个广告费 我应该在零十点是付的50 但他的抵税呢 他告诉你在第一年末税前扣除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抵税50乘上25% 是在一这一块 所以广告费的处理这两块 哎 我就有了 然后他还告诉你说我们 经过调研预计W项目的 游客服务价格是每人次200 相当于单价200 然后第一年接待游客 3万人次 第二年及以后年度呢 都是接待4万人次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实际上收入就有了 收入是单价可以销量嘛 所以这样一来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填的那个表里头啊 我就统一列在这里 那么他总共是5个10点吧 收入只要不特 只发生在每期期末 所以第一年的收入多少呢 单价200 我们的销量是3万 所以我的销后收入 比如说我们先列视一下我的收入 那第一年的收入 那就是200乘以3万 那就是600万 然后呢 后面呢 都是每年接待游客是4万 所以呢 那就是200乘上4万 800万 后面的收入全都是800万 这是我们的收入 但是你要考虑和现金流量的关系呢 真正到处的流量是税后的流量 所以我们的现金流量 也就是营业现金毛流量 应该用税后的收入 减去呢 税后的负现成本 我们的负现成本有什么 别忘了前面还有一个管理费呢 对不对 你看这个管理费 我们刚才提醒自己别忘了 那现在你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我这个 我把这个放到后面 也就是我的这个 在考虑毛流量的时候 是吧 我们是要考虑税后收入 税后的收入 那相当于这块是600乘1减25% 对吧 而后面都是800乘1减25% 全都有 然后我还要考虑税后的负现成本 税后的负现成本 我们有管理费 管理费的话是按照收入的5% 对吧 那我们要考虑 就是流量的话 你避免自己 那我的600的5% 再乘个1减25% 这是管理费 还有呢 即便是都是800 还要乘5% 也是负的哈 再乘1减25% 这是管理费 还有什么 这个负现成本呢 这题目里面告诉我们 有人工支出60 这是第一年 以后增加到12万 那以后就是72万 那我们第一年的人工支出 也得考虑啊 税后的 就是管理费 是吧 还有税后的人工支出 我们就是第一年是60万 但是你要记住 给我乘1减25% 以后都是72万 72乘以1减25% 对吧 这是人工支出 这块我也处理了 然后还告你说 其他的营业开支 都是100 那我们就每年都是 还有要减去100 乘上1减25%吧 对吧 100乘1减25%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还有没有 他还告诉我们呢 有营运资本 大家看既然是有营运资本 电池的营运资本 是发生在什么时点啊 初始电池 项目终结要收回 我们是按照 收入的20%电池 但这个大家注意 初始不一定就是 我们临时电池 因为他现在是按 收入的20% 他一定是在 相当于是 每个经营期的期出 如果要是 经营运资本没有 这个就说 如果我的收入是 恒定的 那我们可能就在 零时点一次头 后面就好了 但是收入在变 所以就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的营运资本啊 应该是什么呀 增量 是增加的营运资本 那你像我们这套 立体收入给你了 那现在假设啊 我就先算一下 营运资本的需要量 营运资本的需要量 我也可以在草稿纸上算 营运资本的需要量 它上到收入的20% 而且呢 我们这个营运资本的投资呢 是发生在 每期期初的 在各年年初投入 终结时收回 所以要是这样一来 那你想 我们营运资本的需要量 600的20%多好 120 就零食店我需要120 而这个第二年的年初 那就是用800的20% 就是160了 对吧 收入的20%嘛 后面的全都是需要160 因为它收入稳定了 发生在每期期初 一直到第四年 年末 第五年初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需要 电汁的营运资本 就是需要你增加的营运资本 一定是 我们算的流量 是需要增加的营运资本 是本年和上年 去相比 那么零食店 120和上年比 它就是120 而且注意流量 用负号 对吧 我们增加营运资本 这个流量这一块 你得用负号 负的120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也是本年减上年 那就是负的40 而后面呢 没有了 因为它一减 就是零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 营运资本是初始 电池项目终结收回来 而且你得保证我们 初始电池的 和项目终结收回来 你看零食店 垫了一个120 第一又垫了一个 负的40 项目终结我应该收回多少 160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营运资本 这个东西 我也处理完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看一个资料 我就处理一下 流量 它能填表吗 它也不看你中间过程 到底 你有过程的目的 是为了要提醒自己 另外一个 是提醒那个判决人 我没操心 对吧 我有过程 这个过程 不用写很复杂 反正只要自己能 看清楚就好办了 然后后面第七个资料 就给的是什么 资本结构择限率 刚才我们已经用完了 所以这样一来 我就把所有的现金流量 对吧 我们的现金流量 就全都填完了 是吧 那么零食店的流量 你就看一下 你刚才零食店填啥了 比如说我们 直接看一下我这个答案 对吧 我们的金银许可费 然后固定产投资 是不是 还有我们刚才谈的 这个广告费支出 还有电池营运资本 这不都是我们 零食店吗 所以你把零食店的 这个加起来 就是我的700加400 还有加50加120 对吧 其他的就没有零食店了 所以我们第二 问他这个 问你这个零食店的流量 是多少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 加起来 回答就完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 还有每年的这个 现金净流量 是吧 那他反正就填到 这个表中吧 那我们就直接来 算就完了 你把这个 比如说第一年 我们这个有关的 比如说许可费贪销 折旧抵税 对吧 还有我们什么呀 这个广告费的抵税 电池营运资本 负的40 反正就加呗 税后的收入 450 然后 税后的人工成本 需要流出 填流量表 流量负的 减去75 减去税后维护费用 税后管理费 都给它扣除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把各年的净流量 就可以得到了 就把前面这个汇总 然后呢 我们因为他 前面我们第一问 已经把这个 加权资本成本 已经算了 是9% 那我们就可以按到9% 来折线 求他的净限值 这是有关我们谈的 这个第二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问 他让你目前的 净限值为基准 然后让你确定一下 这个W项目 各年的接待游客人次 下降10%的话 让我们用敏感程度法 来计算净限值 对接待游客人次的 敏感系数 那么大家看 对于敏感系数的确定呢 实际上 我们的公式呢 应该是用 净限值的变动率 对吧 就相当于是 你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考虑一个 净限值的变化 就Delta NPV 除上一个 我们的基准的NPV 那他一告你是 用当前的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 基准的NPV 然后呢 分母呢 就是他给我们的 游客人次的变动 负的10% 那你看我们这里面啊 基准NPV 就是用我们第二问的结果 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 经线值是901.59 对吧 所以要是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基准是 901.59 那关键是Delta NPV 这个Delta NPV呢 我们就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你的这个 就是我们最好用 擦量分析法 因为它上市 你看它变化的是什么呀 就是销量 应该是 游客人次下降了10% 所以我们的销量Q 是下降了10%了 那下降Q 下降百分之 它会影响什么呀 我们说 和销量有关的 应该是收入 另外如果要是 有变动成本的话 它如果是根据 收入的一定情况来 确定变动 那变动成本也会变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和 这个销量变动 有关的现金流呢 一个是有关 你的税后收入会变 还有就是我们的 那个管理费 我们有一个管理费 仅需管理费 是按照收入的5% 那它也会变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要提还有一个就是 营运资本 因为营运资本是按照 收入的20%来确定 所以其实像这种题的话 我们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就是你就利用你刚才 所确定出来的 这个有关现金流量 你看一下 这里面和收入有关的 对吧 我们这些都是 相对来说固定的 但是和收入有关的 你看这个税后的收入 这个 这一行是和收入有关 那现在呢 我们说它要销量下降 10% 那么你就直接把这个相关流量 我们就可以给它怎么来变呢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相关的 税后流量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简单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都可以自己简单的 比如说我在草耳纸分析 那我由于销量下降 它告诉我们的游客的人次嘛 它会下降10%的 那你既然这个的话和收入有关的 它也会下降10%对吧 所以我的差量流量 也就是差量的税后收入呢 随后的收入 那就变成什么了 第一年450 你450乘以变动率 450乘以负10%多少 我450乘上负的10% 因为下降10% 那就是负的45了 对吧 那第二年呢 600乘以负10%呗 然后我们都多少 负60 后面都是负60 对不对 这样一来我的相关的流量 我就可以有了 差量随后收入有了 然后你看还有什么 人家这个每年营运成本 这个是固定的 和收入没关 对吧 但是我们的管理费 景区管理费 是按照收入的5%来的呀 是按照它的5% 那你现在就简单了 那就直接就可以 按照我们这个的5%就完了吗 我们差量的景区管理费 那么因为我们 这个是减少了 你要给它记住 用它乘以一个什么呢 就是 我们相当于就是把这个 比如说你就按照这个 我们原来是负的22.5吧 你就直接用拿这个负的22.5 你给我乘上什么呀 负的10%嘛 就是把它这个结果 你给我乘个负10%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一乘 那就是正的了 那就是2.25了 对吧 然后这个呢 负30 负的30 你给我乘个负10% 那不就是3了吗 这都是3 所以景区管理费 这块和收入有关的 我也处理了 另外大家再回忆 我们前面是营运资本 对吧 你看我们前面 有一个电池的营运资本 零时点是负的120 一这块呢 是负的40 那这个项目终结是160 现在我告诉你 我的收入要下降10% 因为你这个就是 根据收入的一定 百分比算的嘛 那你负的20% 和负的40 那怎么来算呢 我们差量的营运资本啊 差量营运资本的话 零时点原来是负的120吧 你现在降了10%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就说 我们要比原来那个数 由于收入下降 相应我们这个 有关电池营运资本 就和原来相比 不需要电池那么多了 所以就相应是 好像我们可以少电池 对对 也说比原来那个基准的 就会少一块 差量的营运资本 少一块是震的 然后我们这个 原来是负40 然后我也是乘上 负的10%嘛 然后这样一成的 就是震4了 而项目终结呢 你这块是震 那我就要少收回 就是一定加起来为0的 负的16 所以你这些 差量方法都有了 那我们 差量的净限值啊 因为我们的目的 就要得到这个 差量的净限值嘛 就是和基准方案相比 我的得的NPV是多少呢 那不就把这现金流量 给我折现不就完了吗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 相当于就是 这个是 就是我们 还去那一套 是吧 比如说我们 我再啰嗦一点啊 我这块弄了一个 折现系数 是吧 然后我们把它相乘 相加 就可以得到这个 德尔特NPV 实际上你都 不需要去 那么复杂的 反正最关键是 要把德尔特NPV 给我们算出来 或者你就超高长度 然后我就可以 直接写了 那010点 就是12 然后我们1 这个10点呢 相当于是这个 负的45 加2.25 还得加4 那你要给我 乘个17的 负力限值系数 对吧 利率9% 其数为1呗 然后我们 后面这个 234呢 都是 你看负的60 加3 是不是就是 负的57了 对吧 然后又是负的57 然后你要 乘上一个 相当于我们是 地延年金 你可以乘个 三期的 年金限值系数 利率9% 其数为3 但是呢 我们是给它 把234 先得到第一期末嘛 然后你再 把它再乘个 17的负力限值系数 还是这样啊 然后最后呢 第五年末呢 这个是负的57 还要加一个 负的16呢 是吧 就像是负60 加3 减16 然后你再给我 乘上一个 负力限值系数 利率9% 其数为5 就是了 总而言 就是折线 把这个擦量流量 给我折线 是吧 所以我们在算这个 就是 DIRT NPV的时候 就是你先 根据你前面的基准 的那个金限值 你看一下 哪个有变化 是吧 然后把那个 DIRT NPV给它得到 然后我们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 我们就是把这个 算出来 这个DIRT NPV 是吧 就是我们上一首 DIRT NPV 关键是这个数 是吧 你不管它怎么来列吧 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一来 我们就把这个DIRT NPV 除以一个我们的 基准的NPV 然后分母式除以 游客的变动 这个是给的 这样就可以把敏感系数 可以算出来 是吧 当然它如果要是 让你求一下 金限值为零的 那个 就是销量变动率呢 也就是 相当于我们 把那个10%那块 都给它乘上 比如说就像 我们刚才那样立体 如果要是 算参量流量 相当于这块 就是位置数 把这个10%那块 都给它写个变动率 X 然后你令 这个DIRT NPV 因为金限值为零 就说明你的DIRT NPV 得等于什么呀 等于我们的 负的基准的NPV 你去求X 就可以把变动率 得到 然后进一步 得到我们 这个就是 比如它问你销量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得到 它的销量怎么样 是吧 所以其实我们说 敏感分析法 其实很好把握 就是我们要是 快速的话 最好用擦量分析法 它考试也特别喜欢考你 比如说单 就是这个销售变动的 敏感性啊 或者单价敏感性 类似于这种 我们只要设它 那个变动率为X 然后你去求就是了 就利用基准的 是吧 利用基准的那个 金线值的计算过程 那个数 然后你去 设它一个变动率去求 好好的 谢谢大家 来个 谢谢大家